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囉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未知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再來看看 哇 這上面還真都灰塵 你故意不擦的吧 對 這樣比較看不出來是假的 比較加分這樣 看起來夠老 這上面有夠多灰塵 這一放真的放很多年耶 放多年 來...這誰的收藏 這是我大遺葬的收藏 你們全家人都好喜歡 對 然後呢 這是好像他六七年前吧 從他朋友那邊買過來的 去哪裡買 他朋友 據說以前是從日本 日本的皇族那邊流傳下來 對 樓梯道台灣 帶來台灣的 日劇時代的時候 對 這樣遠遠看到是有那麼一些些的感覺 就是... 是夠鼓鼓 是很日本的感覺 也有一些色彩 對 那時候購買大概六七萬塊吧 這不便宜耶 來... 他刻意上面的灰塵都還流著 看起來好像是個老東西 這像日本來的東西嗎 高智高智 你也算日本人有看過 這樣形製的 或是這樣子圖騰的花瓶 我覺得這個應該... 是日本的吧 因為日本人的 我來說好像中華文化的感覺 因為上面的人 對... 這樣子衣著 對不對 但是他卻說他朋友 是從日本人那邊收來的 還是日本從中國買過去 再收回來 也無一定有佩洋過還待過日本 的確這相頭的穿著打扮等等的 糖草的顏色 所以我就要讓 這上面是日本人的造型 對 高智 日本人都認不出祖先是不是 腳手真的嗎 哪裡了 對 怎麼看 以前的 一些平安時代 很久以前的 我沒看過啊 沒看過你的祖先嘛 對不對 夢裡也沒見過啊 這是日本的服飾造型 真的啊 所以這是日本的 所以你的資料是正確的 幸好是正確的 沒記錯了 你看看 不過是不是本來 它的形式不是這樣的 是斷了 都斷了 斷掉 好像有一個瓶子 斷掉 有一個瓶口吧 因為它買得不便宜耶 我對它寄予厚望 因為價格也貴 對不對 所以雖然是有點斷了脖子了 那搞不好 搞不好價值連繩 對啊 搞不好是這樣子的 來 我們先來補個價 來 請建架 八千元 什麼 我還在找一個零 小米 蛤 我覺得還不行喔 因為在這個 藝術品 古董世界裡面 瑕疵品它會打折 如果你 有一點均裂 有一點破損 它的折扣可以五折以下 如果嚴重像這樣的話 它三折以下 真的啊 三折以下 那如果它不是沒斷嗎 完整的 完整的 比如說完整是一萬塊 像這樣破損就先打三折 就變三千 好可憐喔 所以它會比較低 另外這件年代也不是很久了 另外就是說 我們要看它整個的 藝術的工藝技術 是不是很複雜 當然越好工就越貴嘛 對 或者是說材料是不是很貴 材料是土應該還好 另外就是說 它整個藝術性高不高 那這件看起來 它的藝術主要是 跟中國的髮滑有關係 中國的山西有一種 陶瓷藝術就是髮滑 髮滑就是說 先用泥巴這樣子搓成泥條 把它貼上去當作裝飾 然後再上顏色 這個就是 有沒有 所以它是立體的 有點像浮雕一樣的 這個叫髮滑 其實有一些髮滑就很漂亮 但是這就比較粗一點的東西 所以這件不是非常精緻的東西 再加上它已經斷了一個 這個平衡的頭髮 所以它三折再三折 我跟你講 這是我們沒看過漂亮的髮滑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它也還滿美的 那加上你這個灰塵又沒擦 又想說它會不會真的 有一點年代對不對 逃不過它的髮眼 好難喔 所以我跟你講 還是老師的眼鏡沒有擦乾淨 看一下眼鏡 它很乾淨 我跟你講 谷腕的水太深 太深了 真的太深 不容易 不容易 來 前面雖然不盡理想 但後面有沒有來 這個 最近以前我們講火小角 對 這也是我大儀仗跟大儀的收場 那好像是以前 因為他們很喜歡收這些老東西 是 所以街訪鄰居都知道他們的習性 然後看到家裡在清 在清什麼大掃除 就會翻出一些舊的穀物 說 這個李先生你要不要 要不要收 要不要收我們這個送給你們這樣 對 那一般是很難有完整的這個 綁腿的東西 但它這一對剛好是滿完整的 我不知道日本人知不知道 高智你知道以前 中國古代的女性 綁小腳 古小腳 腳要把它綁 很小是這麼小 為什麼 腳都變形了 為什麼 拆開之後都變形了 就覺得這樣走路 女生這樣子裹小腳 以後走路儀太漂亮啊 是嗎 是啊 走起路來就覺得 好像隨時要跌倒 要有人摻服 像那個喝酒 喝醉的人 喝醉酒 對啊 對 他就覺得女生這樣很漂亮 所以其實古代婦女很辛苦 因為我們現在腳 你看我們現在多麼自在芬芳 還是以前他們是怕老婆跑掉 不是 不是 所以反而特色小 也一種每個時代 對於女性的審美的 觀念的不一樣 對 比如說唐朝的女孩子 因為唐朝有絲綢之路 開通以後 唐朝西方的觀念傳進來 唐朝女孩子是可以外露 可以騎馬的 可以遊春嬌的 可以露臉的 甚至可以穿低胸的 但是到了宋朝 因為是文人成為社會上的 中間分子 那文人的審美 有時候有點病態 他就喜歡女生 比較窈窕 比較 所以就慢慢形成了這種所謂 滾小腳的奇怪 女孩子滾了小腳 她走路起來比較 好像文弱多姿 隨風飄搖 那種感覺 那時候的男人喜歡這個味道 而且我很好奇 這之前一丈買這杯 我問過說這真的有人穿過嗎 真的 可是同時對方的老奶奶 阿祖那邊 她是一種病態 而且妳聞一下 我剛本來想要聞聞看 很香嗎 我就是想說鮮味有沒有很香 以前的文人就是喜歡 聞女人的小腳 好奇怪喔 對喔 我不敢聞 欸 高姿 真的嗎 因為每次有什麼好東西 我就是要讓你聞 你聞過嗎 當然沒有 高姿 謝謝囉 因為你知道之前聞過 牟利威的這樣 大口的這樣吸起來 告訴我 裡面 你要往深處喔 真的有 有嗎 你其實有穿過嗎 什麼新作的 有穿過嗎 什麼味道 那裡有一點香 就是 有一點香 有一點木頭的味道 木頭的味道 然後木頭的味道 對 可能有撒一點檀香 對 這個古代 清朝有個文人叫做張朝 寫了一本《幽悶癮》 裡面有寫 山不可無權 花不可無蝶 人不可無癖 一個人如果沒有測出的癖好 他就不算一個人 他就這樣講 所以以前的文人有很多種癖好 比如說有人喜歡摳鼻屎 有人喜歡摳甲鴨子 以前文人喜歡看女人小腳 甚至文女人小腳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美化吧 人不可無癖 人不可無癖 不要太把自己當成聖賢的也不好 是 不是放屁的癖 不是 癖好 對 癖好 對 癖好 各位觀眾你要記好 要有特殊的癖好 這個人才身為一個人 才像一個人 你什麼特殊癖好 我還滿喜歡摳鼻屎的 你看 我會選那種直白直接的 對不對 對 然後拔腳皮 這才是真正的人性 對 很人性 盒子就是要這樣子 尤其當演員 本來就得要 生活 對 因為你要特別的觀察力特別強 你才能夠在自己身上 去把它演出來 沒錯 所以我們在戲裡面 就有摳鼻屎這個橋段 最佳男配角 沒有那麼好得耶 就一直摳一直摳 然後就還摳黏住這樣子 原來都在演自己啊 你這個最佳男配角 就是演自己來的是不是 因為摳鼻屎 是 很好 非常好 其實他這樣來 挺有意思 我們真的很感謝遺藏的收藏 對啊 他喜歡收藏的一些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麼多 你看 印號 他特殊的癖好 對啊 然後你說他 跟誰買的 跟他的好朋友鄰居 跟好朋友鄰居 他有沒有收多少錢 收購這樣一對 那時候很便宜耶 好像一兩千塊 就像我們賣二手鞋一樣 這樣子是不是 家裡很多 那就翻出來 因為他們也不太 不太瞭解這個東西的價值 所以是那個朋友家的阿嬤 或是祖先穿的 阿嬤阿嬤穿的 穿的要留下來 這可以見吧 二手鞋嗎 二手鞋 誰是古人 他有手鞋 你真聞 怎麼樣 他連鼻屎都聞 沒關係 這OK 他有這個批號 如果他在古代的話 特別喜歡聞小腳 來 請 請 請見價 一萬兩千元 還不錯 這不錯耶 這個不錯耶 怎麼價值那麼好 因為它上面有刺繡的 對 它上面有刺繡 它上面有刺繡 各位可以看一下 而且很完整 它上面有刺繡的 真的耶 為什麼呢 各位到那個店裡面 現在到店裡面 家具店買了一個繡片 你要放花瓶 要放台燈有沒有 放那繡片 那一片也要幾百塊的 兩 三百 三 五百跑不掉了 對 簡單的繡片 就已經這麼貴了 更何況這些繡片 還有整個鞋子式 而且它還相當完整的 對 其實這個只是基礎價錢 這只是基礎價錢 趕快去朋友家 多收幾雙 我先留給我兒子穿好了 這個還是你留著 因為這個東西 穿了會壞掉 這個要保存 因為這個織品 是很容易壞的 對 你沾到水各方面 它很容易就裂開了 對 這個還是保存 因為這個是文物了 文物了 因為這個東西 也越來越少 現在不流行了嘛 OK 就像你以前那個黑金剛 大手機 現在看不到了一樣 對 這個都 將來都要放博物館的 哇 就放博物館就聽到了吧 留給後人去學習 對 去參觀 知道以前的歷史 對 好放著 對